哈囉 我是小丸子 你們是不是常遇到馬路上面的三寶 是不是很讓人家抓狂 那影片開始之前的話呢 先幫我按讚、分享、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這邊的話有列舉了 機車組跟開車組 很多點都讓我非常抓狂 忍不住的想要給他白眼 或者是會想要 陸怒陣 對 會很生氣 小事的話就是花錢 大事是進醫院欸 遇到像這種人 我也是會閃他很遠 第一點 機車組的話呢 我很常看到那種機車 他就是騎在中間 然後你又不知道 你到底是不是要超他車 因為我如果超他車 我就會跨越雙黃線 不超他車 你又會受不了 因為他就是時速二、三十在騎 然後還騎在很中間 而且又怕按喇叭 他們會嚇到 對 還通常罵那種就 我真的就要抓起來這樣子 有沒有 懂那個意思 第二個我覺得 心中第一米不OK 就是不打方向 真的很危險 超級多的 因為我有一次 我就想說我要超過 然後他就突然右轉 他的後面的那個尾巴 剛好差點撞到我腳踏板的地方 而且有些更誇張的是 打左轉燈然後右轉 哈哈哈哈 左要不分 對 這個真的超誇張 打一下燈說死要 而且正常來說應該是你打了 然後你要隔一段時間 再慢慢的轉彎 對 有些人是一打到馬上就轉 停在那邊然後不打喔 到紅綠燈開始的時候他才要打 然後後面的人就反應不止 對 會反應不止 第三點的話 是我很常看到有些人 把腳放下來騎的 前面有帶東西 沒有辦法放上去 這個我可以銘記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人很喜歡 把腳放在腳踏的兩側 他們覺得這樣很爽 很舒服 很舒服嗎 因為他這樣子騎啊 我都會覺得 我的腳會被他陪到 這種人我就會離他遠一點 真危險 第四個 我很常看到有一些人是 紅燈然後他就直接右轉 他為了要搶快 然後他就是紅燈右轉 這種其實很容易撞到行人耶 因為行人他們準備要過馬路了 然後你紅燈右轉 就超容易撞到 因為你這邊紅燈右轉嘛 這邊已經在仔細了 其實這樣子我也會撞到他 危險 對 要問候他奶奶 第五點我是覺得 就是有很多那種 車子騎很快 就是騎在你後面 然後你就 喔好緊張 喔他聲音好大喔 就是離你很近這樣 然後他的聲音又超單 因為他那種是改過的機車嘛 就是8加9吧 對啊 但是你就會很緊張啊 會讓人家有心理的壓力 然後 我剛剛講到兩線道 左邊就是快 右邊就是慢 通常就是會有慢 然後還騎在左邊 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很快 你應該往右邊走啊 就會變快的人 只能往右邊走啊 鑽來鑽去 鑽來鑽去這樣 這樣真的很危險 2023年 從年初到年底 大概看了三次騎動 都是那種三次台 追撞在一起 我覺得在橋上真的 你要跟前車保持距離 不然真的超容易發生車禍 不要因為你自己個人的行為 造成其他人的不安全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講一下開車主囉 開車主的話 跟機車主就很不一樣耶 但是他有一點跟機車主是一樣的 就是不打方向燈 光是這一個造勢的比率 應該就是很高 再來就是開車的話 有人滿建議是歸宿車耶 可能開得很慢 但是又硬要開快車道的時候 就會被閃那個燈 我覺得這種人要乖乖去旁邊 慢車道這樣就好 這樣還比較安全 這麼快的車齁 一旦造成事故 通常都是很嚴重的 要嘛就是連環車禍 對 就會很嚴重 開慢一點 OK 但是你就是乖乖的 然後慢車道去 第三個就是兩台並行 旁邊的人也沒有辦法超過去這樣子 前面並行我就想說這兩台是怎樣 在聊天是不是 這個馬路整個都堵住了 對啊 你也過不去 第四個就是惡意獨車了 欸其實我沒有遇過耶 我有遇過耶 我是坐在副駕 那個人就是靠我們超近 然後還開到我們旁邊 要拉我們的車門 這樣很可怕耶 超誇張 還好當下我們有鎖門 也是8加9嗎 對 我覺得他就是8加9 按我們喇叭 然後還開我們車門 天啊 很扯耶 當下快嚇死了 那你們有報警嗎 沒有 因為他後來就開著 我們就想說算了 超可怕的 路上真的很多風 好 這個我也很生氣 開車門不看後面的 這個超危險 對 這個很危險 現在不是都說要兩段戲開門嗎 對啊 以前真的是很誇張 你知道那一開後面的那個機車 根本就連閃都閃不過 公司就有一個人 經過帳賠了對方30萬 真的假的 我媽說他之前就是這樣 對方突然開車門 然後他直接噴飛耶 對啊 超可怕的 真的啊 一定會噴飛 而且有時候你這樣子噴飛出去啊 後面搞不好會有來車 對 欸有很多是這樣子突然來車 然後結果他就 本來好好的 還可以站 然後結果後面被撞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 內側右轉 或是他是在外側 然後又要左轉 突然要這樣子斜的過去的那一種 連切三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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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他就是要左轉 然後他硬要騎在最邊邊 不去靠左轉道 硬要靠在右轉道 也有那種高速公路 直接從快車道切到外面 要大交流到那種真的是 到底是怎麼開車的 大家騎車開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跟路上行人的安全 你們如果還有遇到什麼更生氣的 想要跟小燕分享 也歡迎在我們的留言區裡面留言喔 今天謝謝大家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吧